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 咱们不拆花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朋友给我私信 或者有时候评论里 说这个开花店的事 很多人都想开花店 问我这个开花店应该怎么做 其实呢我个人不是很想说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现在开花店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但是很多朋友问呢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事 第一个呢咱们先说这个花店这个行业的特点 花店的行业基本上全部是手工作业 什么叫做手工作业呢 就是说你做的每一束花 不论是花篮也好花树也好 都是用自己这双手一个 那就因为有什么时候 有时候花火要用 你也好处理 你没有这个花店 这就在小花店 还有一两个花店 老直到什么花店 还有小花店 你需要點植典广 你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很多宣传的天花乱坠的 什么国外的海归啊 什么完了回到国内 搞个什么四月静好 弄个什么花店什么的 你别听那个啊 那全是胡说八道啊 他们只是给你描绘一副四月静好的画面 希望你不花钱 然后呢 在他们那儿消费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 最好的方式 是你先去找一个靠谱的花店 打工一段时间 但是呢 前提是啊 这个花店必须是一个靠谱的花店 最好是那个店主啊 就在这儿 自己在这儿 是个人的花店 这么多年 就在这儿 是一个别人的花店 能不能在这儿 这儿 是什么 在这儿 这儿 是什么 这儿 我也是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